众所瞩目的新科金马影帝影后终于出炉 在七月与安生中 有极为精彩对手系的周东宇与马思纯 在评审各有支持下 最后同时获得金马影后殊荣 这也是首次金马出现双影后 两人上台时都显得不可置信 难掩激动情绪 周东宇直说自己是为家族争光 马思纯也非常开心 他说七月和安生本来就是一对 也认为因为有好的对手 两人才能一起同台领奖 我觉得我跟东宇八字特别合 我们命令很旺 然后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再合作多一些戏 应该因为我们俩真的还蛮有火花的 没有他也没有我 没有我也没有他 营地出乎外界预料 翻给不成问题的问题的范伟 范伟领奖时特别感谢金马屏审团的肯定 我说我们这个电影拍得很淡 然后表演的跟导演 我们达成的共识也非常淡 其实是很吃亏的 但是特别感谢我们各位评审们 那么耐心那么细心的发现了我们 但后边那点微妙 我就是特别感谢 亚洲这家剧情片大奖 颁给大陆电影八月 八月中的小童心孔为一 同时获盘这家新影员奖 导演张大蕾表示 他是来朝圣的 金马奖对他来说就像神坛 自己的电影记录 也深受台湾新浪潮电影影响 感谢金马评审的肯定 出乎我的意料 而且呢也就是感谢金马奖吧 感谢这个台湾的观众们 还有就是还有金马奖的评委们 这么爱护八月这部电影 冯小刚去年才报回金马影帝 今年赛品 我不是潘金莲摘下金马奖最佳导演 演导都获肯定 相当风光 最佳男女配角 为一念无名的金燕玲 与六龙咖啡馆的林伯宏 一念无名同时报回最佳新导演奖 林伯宏今年则帮台湾留下 唯一的演员奖项 陆维八项提名的国家一路顺风 最后只拿下最佳美术设计 赵德映的《再见瓦城》 则是杀鱼而归 赵德映的另一部纪录片《得翠之城》 获最佳原创电影音乐 赵德映本人则获得年度 台湾杰鱼电影工作者殊荣 专门电台记者将招轮 还被小朋友报道